穿著藍色上衣的印度籍男子 快步走進咖啡廳內 他靠近櫃台後不是要點餐 口中卻不斷大喊 要向店員借錢 店員聽不懂英文 沒有反應 他一氣之下先倒數警告 接著就直接拿起蛋糕砸向地上 男子情緒激動 接著又動手破壞櫃台點餐機 還有收銀機 女店員健壯 嚇得拿出鍋子和菜刀防身 印度男轉身離開現場後 男店員也趕緊追了出去 報警處理 他是一名老师 對 然後聽說十二月就被解雇了 去年十二月 對對 那可能是經濟方面有問題 誇張情形就發生在新竹這間咖啡店 警方到場把他帶回詢問之後 發現這名印度籍男子 並沒有喝酒也沒有前科 他自己向警方公聲 因為店員不接他錢 多次警告還是不理他 一氣之下才會動手 破壞店內東西 那我們的機器已經送修了 對 機器送修 對 現在有對他提告 有向他求償 印度男情緒平靜後表示 願意賠償店家損失 但因為店家堅實提告 還是被警方易毀損最嫌 移送法辦 只是在看看這洞入砸店 警恐一瞬間 男子無法控制情緒 現在得為自己的一時衝動 付出代價 記者和孟倩 聊一次新竹報道